好,我們第五課是資料分析,這個資料分析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做哪些東西好了啦 主要就是在上一節課以前我們應該已經學習的資料如何整理啦 大部分都是透過迴圈啊,還有這個你預先design好流程,然後填空 那這樣子這個資料處理大概不是什麼問題啦 那現在我們要,因為我們大部分這裡都是碩士班嘛對不對 這邊只有碩士班,沒有大學生 那這個,那如果你要用阿源的話最重要的是你要拿它來分析啊 這是它強勢的部分 如果你不是要拿來分析的話,那老實講有非常多程式語言可以替代啦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學一些大量的分析函數這樣子 這些分析函數我這邊舉個例子,平均值你完全可以用手算嘛 我說手算是說你自己去算這個,全部先加起來啊 再除以這個它的lens阿,這完全是可以這樣算的啦對不對 但是有這樣函數就是方便我們去執行這個 就是方便我們更快去執行阿 所以阿這個現在從這一節課開始教的這個函數阿 就是脫離我們的核心函數組阿 所以我們核心函數組你平常要用的時候 還是那幾個,那20個以內 你就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 阿但是你如果要方便的話,你就是要再加一些其他函數阿 好,那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筆檔案阿 這筆檔案是一個example data 我們之後非常多捷克阿都會用這個檔案 好,我們今天是lesson5嘛對不對 我們把它讀進來 好,先把它清空 好,讀進來了以後 你會看到這一份data 是一個有一些連續變相 有些類別變相阿 再說各位應該不需要我特別去複習 哪些連續變相,哪些類別變相阿 好不好 所以大概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他大概長什麼樣子 好,我們這邊連續教八個函數阿 這邊我們上 前四課總共教不到20個函數 現在我們一次就要教八個函數阿 那大家不需要一定要背起來阿 你只需要知道說我要做什麼的時候我要去哪裡找 這個上課講義永遠都是available的好不好 就是你可以 那個 你可以隨時 就來到這裡的第二課 第五課第二頁來找 事實上阿,有非常多函數阿 我要用的時候我才會想起來他在哪裡阿 對不對 那我也是去我上課講義那邊找阿 好不好 命我不會不至於會忘記好不好 但是有一些函數我也會忘記阿 但是我大概知道東西在哪裡 那 對於各位同學來講阿 這個講義畢竟是我做的阿 所以說 編排阿什麼不見得是非常按照你喜歡的格式阿 如果可以的話 你應該把它做成一些example code 然後把它存在自己的電腦裡面 什麼叫example code呢 舉例來說 像我現在假設我要 做一個平均值的這個示範 的一個這個就是example code 我可以把它存下來之後 我把它存在我project裡面 存成這個test 好存在第五課好了 好那這樣子以後我就知道說 我在哪個project裡面的哪一個example code 可以去算平均值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來進行一個計算 這平均值這個這邊看得懂吧 這個前號意思是這個 鎖影的意思嘛對不對 所以是data裡面egfr 我要進行平均值的計算 後面有個參數叫narm等於true 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裡面有na 那我就會把na去掉 然後再來算平均值 如果你這裡打force的話 你一定計算不出平均值的喔 因為na跟任何數加起來都是na 所以說他就計算不出平均值 好 所以我們這樣就知道了 egfr的平均值是34.14 好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這些數字就是模擬的啊 這不是真實病人的 當然我們只是要做一個簡單的學習 好命這樣會了嘛對不對 好那接著sd sd可以計算標準差 這個如果說啊 大家英文還不算太爛的話 就統計相關英文還不算太爛的話 這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 那些統計的turn嘛對不對 標準差的英文是standard deviation 那個 他的簡稱就是sd 好 sd wrong 誒 wrong ok 7.06 好那 vr variance 這是變異數的意思 ok 繼續 medium 中位數 你會發現這些函數用起來啊 其實非常 非常非常的 就是非常非常像 好 quantile quantile比較特別一點 quantile是指這個 就是n分位數的那個 分位數 這個意思 這樣懂意思嗎 什麼叫分位數就是四分位數啊 什麼之類的這樣懂嗎 那default的話 如果我不打那個參數的話 他給我的就是 0分位數 25分位數 50分位數 75分位數 100分位數 好這 5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去打他的lens 他lens是5嘛 所以我一樣可以把他的第一項 就是0分位數 第二項 25 第三項 你可以用索引吧 該有的東西叫出來 好 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這邊打個0.95 痘點 0.95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獲得第95分位數的 位置在哪裡 這樣可以吧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感覺 好接下來 函數min 可以幫助我們知道最小值 那當然這個min的話 就有max 這樣可以吧 好這些應該都不會特別難記吧 畢竟這個 這個這些英文 他其實就是跟這個 呃就是 我們統計上用到的英文是完全一樣的 好 最後再來一個 剛剛這些都是秒數連續變相所使用的一些工具 我們來看類別變相所使用的 類別變相 我們需要用table這個函數 table這個函數 可以幫助我們看到 Cancel裡面 0的有幾個 1的有幾個 這樣可以喔 好 比較特別的是 table這個函數 同時放兩個變相 他可以看到 2x2 n kxm n的這個 列連表 就是根據你類別數喔 如果你是3x3 或3x4 都是有可能的 這樣知道嗎 好然後 有一個函數啊 叫 我們先把table 把它存下來 主要說存成table1 這個table1啊 現在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0的有幾個 1的有幾個 對吧 好有個函數叫 prop proportion.table prop.table proportion.table 就告訴我們他的比例 他的百分比 這樣可以吧 這個應該都很簡單 好還有這個 proportion 他如果放在table2的話 table2是一個列連表對不對 那他全部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但是如果給他下一些額外的參數 舉例來說 我豆點1 那是什麼咧 每一個弱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如果豆點2呢 以第二個dimension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第一個dimension第二個dimension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好這樣可以喔 所以你這邊 這裡這一頁 雖然我們總共交了九個函數對不對 怎麼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 九個函數 但是你應該不會感覺到太負擔了好不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來做一些 就是比較特別的東西啦 也就是我們現在先了解我們的目標 好 我們這一節的目標 就是我們之後三節課的目標 我們如果抓著這個主軸 這樣大家比較好了解 我們等一下在做什麼 也就是啦 大家記不記得 呃這個 如果大家看paper的話 一定會看到table1 對不對 這table1長的這個樣子 主要說hoover hoover1 hoover2 好然後這邊可能 maybe是edge啦 maybe是gender啦 還是點點點對不對 好那我們啊 這樣一個table1 我們要把它做出來 當然啦 你會覺得 你會在這個spss裡面 你當然是很輕鬆可以做出來 對不對 我想大概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但是啊 這個table1裡面啊 除了 我們要在r裡面啊 我們要把它 什麼東西要弄出來呢 第一個 我們現在第一節 想教的部分就是 描述性統計的部分 這些數字 你要有辦法填 好不好 那你有辦法填 你就有辦法用回圈去把它做完 對吧 只要說 你可能會覺得 這個我用spss做就好了啊 對不對 那 如果這邊有100個分析 好100你可能還覺得太少啦 那個 我不知道 你們這邊 縮一的同學 有哪些人齁 這個 畢業的時候 有可能會做這個 genowide的首學HC study 如果你會做的話 這個東西 有大概60萬吧 你spss慢慢點好了 對不對 絕對不可能點得完嘛 對不對 所以 拜託這個程式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 描述性統計我們要先做 那接著呢 我們後面 會花兩節課的時間 就這一節課再下一節課 我們來告訴你這個p-value怎麼算 這個p-value的算法 有非常多的邏輯啊 這個 如果你們有莎弟妹選老師的課 我們都知道啦 這個 你不要覺得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都用投個算法 至少有七八種算法在裡面 對不對 我們要自動選擇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說就是 看到H就用什麼 看到什麼就用什麼 不要 丟進去看就自動滑我選 這樣我那個p-value才能自己填嘛 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前兩節課就在做這次 第三節課呢 欸 第七 就是我們總共的第七節課 就是這一個part的第三節課 我們會教你做table-2 table-2大概八成就是有一些 linear regression 什麼 β值要怎麼算 or值要怎麼算 hr值要怎麼算 這邊都是一些 推論性統計的東西啊 就是多變量分析的部分 好不好 那我們的這三節課就在教這件事情 好 那之後我們會教畫圖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畫圖有一些會很炫喔 你們可以往後 看一下後面的講義 你們就知道了 好不好 那個 好那我們現在 大家既然知道 這些東西 它射擊的東西 我們先教這個部分嘛 它射擊的東西非常簡單 就是一堆min跟sd 還有一些 就是什麼中位數啊 那些有些的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啊 如果 你想要做group1跟group2 和分別的min跟standard deviation 那怎麼做咧 你是不是就用索引函數 把這個 就是屬於group1的這些人把它抓出來 你再算他自己的命嘛 對不對 那索引函數怎麼抓咧 索引函數是不是可以用到 下面這種方法 我們在中括號裡面去下指令 desease等於1的egfr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就做出來了 好你跟上面比較一下喔 上面是不是直接算egfr的平均值 下面是desease等於1的egfr 好這樣子我們就算出了34.5 那control組的呢 這就是desease等於0嘛 這非常簡單對吧 這應該不至於有人不會啦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 如果我們想要把 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我們可以利用past這個函數 來我們來看一下 past 來 這裡是不是平均值 然後逗點 加減 逗點 這邊是不是standard deviation 他的控格用 就是他不要用控格 好我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你是不是看到了 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好OK平均數標有沒有 但是這個 有點醜啊 這醜在哪裡 這醜在這個 這位數有點太多啦 我應該要限制一下位數嘛對不對 怎麼限制位數咧 來我們這邊有一個函數叫format c 為什麼要用format c這個函數來 來 主要是這個樣子 這個如果 有 在r裡面有另外一個函數叫rond rond就是四捨五路的意思 主要是說1.1.3rond 那他就會變1嘛 1.7rond他就會變2嘛對不對 好 可是啊 如果 我們現在要取一位小數 然後1.70 取兩位小數 1.70取兩位小數 他是不是就會變1.7 好可是啊 如果我們是用format c這個函數 1.70取兩位小數 我們一樣取兩位小數 欸 你看到了沒有 他出來是1.70 所以format c這個函數有什麼好處 欸 他會固定小數的顯示位數喔 所以他 這個東西對我們這個 paper 什麼字表什麼非常重要嘛對不對 有些有捨去 有些沒捨去 這看起來非常不整齊啊 所以 m 當你求到了你的平均值 是m這個值了之後 我們用format c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我們就可以固定三位 他就算有0他就補0 這樣知道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好 那接著 format c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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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 format c s 你都知道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format c跟format format c的 m 跟format c的 s min跟standard deviation 把它弄下來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就好看多了 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了吧 有一個 類別變相進來以後 我們先求出他 某一個類別的平均值 某一個類別的標準差 之後 把它存下來之後 用format c 去把它包成一個 平均數加點標準差的一個 呈現的格式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寫出去了嘛 寫出去可以透過write.csv 之類的技巧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既然你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們練習題就要來啦 我們練習題是什麼呢 來 如果 我們如果要做table1的話 我們如果要做table1 你勢必要輸入一個 我們先不要討論這邊要連續 對不對 因為連續其實也沒有那麼難 對不對 畢竟這個 連續的話 我們就是用回圈包一包去解決的 對不對 好我們就做一個就好了 比如說現在如果使用者 輸入 某一個類別變相 比如說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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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輸入一個連續變相 舉例來說是 H 那你就可以把 這兩個組別的 平均數加點標準差 把它修出來 好有一個問題喔 如果使用者輸入的 類別變相 是三類的 舉例來說是 Income 這裡Income有0123類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必須輸入 給他三個平均數 跟三個標準差 這大概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說 請你啊寫出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需要有這些功能 從今天開始我們的 這個 練習題都會寫 寫成下面這種格式而已 就是我把虛構開給你 然後你要把東西寫出來 好需求為什麼咧 第一個這個函數 Input 必須是 一個類別一個連續 這樣可以吧 那你可以選擇要不要檢查 它是不是連續 它是不是類別 好接下來第二個 呃 我們必須指定你要 Present 小數的數目 這樣可以吧 只要三位或者兩位 好那接著 第一個函數 你可以寫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 是 呃 顯示不同類別的 不同類別的 平均數加的標準差 這樣 接下來第二個函數 是Present 中位數 然後括號 25百分位到75百分位 這樣可以吧 然後請你注意喔 不要只考慮兩類的狀況喔 請考慮超過兩類的情形 好不好 並且要考慮它 並不是012的時候喔 好不好 它如果是 male跟female 你一樣寫出 male跟female 雲數加的比較差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就給大家一些練習的機會 好這題這個 基本上啊 前面已經把所有語法都弄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只需要打包 你只需要把它打包成一個 就是 打包成一個函數就好了 好關鍵只有這裡啦 就是如果你看這裡的話 關鍵就是 我怎麼去把這個 呃 我怎麼去把這個 函數寫出來 對不對 重點是前面這裡 我要知道 現在有幾個類別 並且這幾個類別啊 是 就是 是哪幾類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需要用到 levels跟lamps的組合 對嗎 然後並且 用這個 呃文字 那這一串 語法 語文看得懂嗎 這個說 產生一個文字向量 然後長度為多少 這個東西 我們來試驗一下 如果啊 我這邊打3 它產生的就是這樣 這邊打10 它產生的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啊 其實跟matrix差不多對不對 我先產生一個空的文字向量 再讓我一個一個來填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那我先跟大家講啊 你現在直接這樣複製下來 當然是覺得很好用啊 好不好 我們這樣複製下來 那現在就這樣出現了嘛 對不對 那 my function one 好這樣沒有意義啊 這樣沒有意義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怎麼寫出來的好不好 它的寫法應該是這樣子 首先啊 我先把它貼下來 首先我們一般來講 要寫的時候啊 我們要寫X等於 主要說X等於 Data Education 那Y 它可能等於Data的SVP 好我們總是要從一個範例開始 這樣知道吧 那有了這樣一個範例之後啊 有了這樣一個範例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一些語法在幹嘛 X Levels x 好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取得了 這個012 這三個類別 Factor跟Levels的組合 這個我想大家大部分都會了對不對 這個組合非常常見 這個組合非常常見 接著Lamps X我等到 N.Levels打X 總共三類對吧 好接著 產生一個 長度為3的空 文字向量 然後接著 i從1到 N.Levels打X 然後接著 它 X等於1的時候 我們求它 Y的min 然後Y的SD 然後並且把這個M跟SD 用Format這個函數 FormatC這個函數把它貼起來 這裡可能要 覺得它2 好了 這樣子的話 我們全部 貼完 欸它出來就是 三個 這樣可以接受 好 好那我接著 我要把這些打包成函數的話 它應該就是 MyFunction 點1 等於Function 那我就是把X Y DIG 就是上面 你剛剛用到 放到外面的這三個 全部把它放下來 好這樣子我就產生了一個 這個MyFunction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之後要叫就非常方便了 這個MyFunction 重點來 豆點 DIG等於3 這邊寫等於3 意思是Default值是3 我不輸入 它Default值就是3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說這個練習衣的答案 其實非常簡單 對吧 這個應該不需要我們那個 特別的這個 說明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 這個練習衣的答案 你會了以後齁 你如果其實不是很會的話齁 那個 欸就是 你就要知道說 欸未來你要做這個Table的時候 你可能要參考 你可以直接複製這個函數啦 好不好 只是 不見得是 像你用了 就是你不見得會喜歡它這樣子 我意思是說 你可以直接把我的MIF1 跟MIF2把它貼下來 它可能是 組建這個Table的核心函數 對吧 你只是負責用回圈去調用它而已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第二節 第二節這個非常重要喔 這個是非常這個 這個 非常就是 非常困難的部分啊 好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啊 我們啊 之前最開始的時候 已經講過R元裡面的物件總共有三類對不對 一類是變數 變數成了 包括各種屬性的項量 包括文字項量 邏輯項項量 因子項量等等 對不對 它的特徵是什麼 一維 然後就有一個長度這個資訊 剩下都沒有了 對吧 沒有剩下的任何限制 就是看長度為多少這樣子 好接下來 我們學到的陣列 陣列有個特性 就是它 一定要變成這個 二維以上的 這個 要嘛是矩陣啊 要嘛是什麼 那它的這個 如果是一個矩陣的話 那每一個弱 它長度要相等嘛 對不對 那不可能說 第一個弱是五個 第二個弱是四個 第三個弱是七個元素 不可能有這種事啊 這樣可以吧 好那如果我們今天啊 硬是要把這個 假如說 一個 長度為五的向量 跟一個 三乘四的矩陣 合在同一個物件裡面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任何辦法 目前為止是沒有任何辦法 所以我們發展出了 第三種東西 叫列表 列表這個東西啊 列表這個東西 我只需要告訴阿源 說 這東西在 哪裡 這個它裡面 可能下面有好多子物件 這個子物件 這個 可能是一個矩陣 可能是一個 這個 就是向量 都有可能好不好 我們這邊來做一個 簡單的示範啊 這個 就先產生一個列表 好 當然我們這邊再知道一件事情 除了列表以外 除了列表以外 還有S3物件跟S4物件 S3物件跟S4物件 S4物件我們 這個學期喔 完全幾乎不可能會碰到它 甚至連向學期的成功指揮課 我大概也不會碰到它 當然 S5物件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非常特別喔 就是 我們一般來講的 索引符號 是這個 是前號 對吧 就是某某物件 前號 某某東西 就是索引這個東西裡面的什麼 對不對 S物件 非常特別 以後你都不小心遇到的時候 你發現 前號某某某 那你十八九就遇到S5物件 就是有時候你會 下載一些套件啊 套件我們現在節目會講 好不好 但有一些人他其實 不知道什麼叫套件啊 對不對 好 你就要知道 你是要用小老鼠 小老鼠 是S物件的索引符號 這樣知道嗎 非常特別阿 就是 現在很少人在用S物件 太麻煩 這樣知道吧 你看 連搞的 連搞的索引都長 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S物件幾乎不會碰到 好不好 但是他 但是畢竟有一些老的package 他還是有用S物件 所以我們還是要會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 接著來看一下 這個 就是 我們要怎麼產生個列表 好首先 我們先產生個M1 這個M1阿 他的結構 就是一個4乘5的矩陣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接著我們產生了一個 3乘3的文字矩陣 好這個M2是一個3乘3的文字矩陣 再產生一個 長度為4的邏輯相量 好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以往 我們如果要合併的話 他會強迫他改變物質屬性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來說這個文字跟音子同時一起 同時一起這個 合併的時候 是不是會被改成文字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list這個函數 list這個函數 是我們的核心函數喔 我們的核心函數組裡面 必須再擴增出list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吧 前面交9個不是 但list是 list這個函數可以把 不同屬性的物件 把它合到一起 好這樣產生了一個L1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點開L1來看看是什麼 這個L1裡面是不是有 第一個 它裡面的第一個子物件 是一個4乘5的矩陣 第二個子物件 是一個3乘3的矩陣 第三個子物件 是一個長度為4的邏輯相量 這樣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這樣可以 好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沒有問題的話 這個應該非常簡單啊 就是 只是 學到了一個新的物件 屬性 這樣可以吧 好那接著我們來 看一下 他有哪些函數是可以用的 第一個是Lens Lens的函數啊 我們如果直接用的話 他就會告訴我3 所以他只能告訴我子物件的數目 他不能告訴我子物件裡面有多少個元素喔 這樣懂我意思了吧 這個 我們在 Matrix 的時候 用這個Lens的話 我們會直接得到總元素 數目喔 這樣可以吧 好 還有 就等於Nraw跟Ncolon的相乘 好那 所以Lens我們只能得到子物件的數目 那Class呢 當然你可以告訴我說 他的Class就是一個List 我們不會告訴你說 喔這是一個Matrix 這是一個 這個什麼Logical之類的嘛 對不對 好那接著 還有一個函數的Nens Nens 這個函數非常的特別啊 他可以命名我們這些L1物件 這相當於ColorNens跟RawNens 在矩陣裡面的這個作用 好 Nens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L1裡面 這裡是不是寫A 這裡是不是寫B 這裡是不是寫C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有一個函數 Ls Ls L1 他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L1裡面 有多少個子物件 並且他的名字是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知道 喔這個L1裡面 有這三個ABC 這三個子物件 這都會非常重要啊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交到S3物件之後 你就知道 為什麼Ls這個函數 非常非常的常用 好接著 我們每交完一個物件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會交他的鎖印 對不對 可以嗎 為什麼要用鎖印 因為有鎖印 我們才有機會用回圈啊 什麼之類的 我們有非常多回圈的功能 都是要用鎖印來完成的 好 鎖印呢 這個中括號 裡面沒有痘點 直接帶一個數字 這個被向亮用走了 對不對 這樣是向亮的鎖印 裡面的痘點呢 是正列的鎖印 對不對 那列表的鎖印怎麼辦呢 列表鎖印跟他們不一樣 所以只好發明出 雙中括號這種神奇的東西 雙中括號2 代表我現在要叫出L1裡面的 第二個子物件 我這樣按一下print之後 他出來是不是第二個子物件 這樣可以接受 好 同時啊 你這個2 也可以換成B 好 這代表是 我要叫出的是 L1裡面的 B這個物件 B這個子物件 那其實是同一個東西 這樣可以嗎 好 接著 2萬 他也可以用前號 前號 前號把B叫出來 好 所以我剛剛 剛剛不是講的嗎 其實很多這個 物件鎖印都可以用前號來做 這樣知道了吧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子物件裡面再鎖印 當然是可以 連續的利用鎖印 我們可以抓出 這個 第二個子物件裡面的 23 3 所以是B這個 B這個值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33呢 就是A這個值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應該不會太難 這個用法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啊 這個列表 我們現在學到了什麼東西 第一個列表 是一個 很具自由度的一個物件屬性 這樣可以嗎 第二個 有names 多了一個names 跟ls 這兩個函數 可以幫助他 命名跟尋找裡面有哪些物件 然後第三個是 我們學會了他的鎖印 是透過雙中括號 來進行鎖印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這是列表的基本學習 列表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示範S3物件 好 列表你學會了以後啊 你就知道 這個列表已經沒有什麼好看的了 列表裡面可以放非常非常多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你現在看了S3 L1現在的樣子 你現在看了L1現在的樣子 他就是列表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做一個非常神奇的操作 我們啊 現在來問他 L1的class是什麼 好 他當然會列表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現在我們來做一個非常神奇的事 我們強迫L1 強迫L1 成為一個物件屬性 叫tester 接著我強迫完之後 我問他L1的class是什麼 真的變成了tester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這個tester 你要叫其他名字也可以啦 隨便你叫什麼名字 好 列到L1 我們看到 欸 長的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啊 下面是不是出現了 tester的屬性 這樣可以嗎 好 到此為止啊 他還沒有什麼不同 他還沒有什麼不同 這樣可以嗎 好 接著 我們來做一個神奇的實驗 就是啊 我們啊 這邊給一個 我們這邊給一個函數 好 這邊給一個函數 叫print.test 這個test 當然就是對應到 你剛剛給他指令的物件屬性名稱 這樣知道嗎 那這個函數 是專門for test這個物件的print函數 但我先執行完這一串指令之後 現在是不是出現了print.test這個函數 好 注意喔 我剛剛按L1的時候 我剛剛打L1他會出現這個喔 對不對 只是下面有這個text to stream 我再打還是L1 欸 他出現的東西是不是圖文不符啦 裡面的內容跟 他print出來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那我現在 L1看起來 就被我改成S3 class 這個 一些非 明明他是list 但是他被改成了非list這個物件格式之後 並且他有一個對應的print函數 那這個就是S3物件 那這個S3物件啊 他剩下所有的用法 包括LS L1 裡面還是有ABC三個物件 這樣可以嗎 同樣這個L1 一樣我還是可以用 列表的索引 把他裡面的東西叫出來 這樣可以吧 把他裡面的東西叫出來 所以啊 你們發現了什麼事情啊 這個為什麼 我需要 我說names跟LS 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啊 如果他是一個S3物件 我根本看不出來裡面有多少東西啊 我只有LS可以幫助我去查到 裡面有多少東西 然後並且把它索引出來 這樣知道了吧 那這個print函數啊 其實非常的簡單啊 就是 test這個物件 他就是講一些話 這樣知道了吧 這個print函數 完全是可以你制定的喔 你不見得要寫成這個樣子 cat這個函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把字貼出來嘛 在很前面的課 我們在交回圈的時候 就可以 有已經有交到這個 小明的分數多少 小美的分數多少 什麼之類的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啊 這個 S3物件屬性啊 這個 大概你就了解 它是什麼意思啦 好不好 那同樣的 names這個函數 我還是可以把 我強迫 L1裡面的 子物件名稱 從ABC改成DEF 改了以後 我再按一次L1 他就告訴我 裡面是DEF 這樣可以吧 那至於他為什麼 形成這樣的描述 是因為我在這裡 我有告訴他說 如果啊 我打下 我要print test 這種屬性的物件的時候 我要講話分別是哪些 好 如果啊 你有一些分 用阿圓分析的經驗 你就可以想到 喔圓啊 後面所有的 T-test啊 或者你任何函數 所出來的東西 他其實都A3物件的屬性 對不對 好 這樣可以嗎 等一下你後面就會遇到 那些東西了 好不好 好接著 好 那還有一個函數 叫Summary Summary這個函數啊 這個 當你 如果你沒有接受過 正統的阿圓訓練的話 你這半路就是 就是 人家教你說 做做什麼 T-test的分析啊 要用什麼函數 然後有一些 操作說明 或者做做 Linear Regression啊 你就做一些操作說明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Summary這個函數 非常的神奇啊 對於不同種分析來講 同一種Summary這個函數 它出來的東西居然不一樣 對不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有非常多人有這個疑惑啊 沒有受過正統阿圓訓練的人 都要有這個疑惑 原來啊 Summary這個函數 也可以弄成像 print.xxxx這種函數一樣 就是它可以 for一個特殊的S3物件屬性啊 有一些特殊的Summary函數 這裡面長什麼樣子呢 使用者指 當初寫這個函數的人指定好 所以啊 包括一些像 Summary Plot這種函數啊 通通都是常見的S3物件的 就是直接使用的函數 那你直接使用這種函數 人家就已經幫你指定好了 你Plot.xxxx 那這種物件的屬性 按Plot 它畫出來的可能就是森林圖啊 對不對 或者它畫出來可能就 這個KmCurve啊 你可能想都沒有想過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原來人家幫你設計好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指定出一個Summary函數呢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一樣 你現在直接打Summary什麼都沒有啦 好不好 但是啊 如果你又把一個Summary函數把它寫出來之後 你再打一次Summary 它出來的就是 你剛剛指定的格式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嗎 所以啊 S3物件它的特點是什麼 它的特點是啊 就是你打Print跟打Summary 還有跟有時候你打Plot 它出來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 而且並且使用者可以指定 那 但是啊 你如果想要看裡面細節的東西 你就要用LS這個函數 還有這個列表的索引函數 你可以去把它裡面的東西叫出來 這樣子 我既可以看到Summary的報表 也可以拿到裡面detail的物件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 S3物件的優點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練習啊 那 按照我的經驗啊 這裡這個 有人做出來的機會是0 好不好 就是有人現場 沒有預習過 做出來的機會是0 那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這裡啊 給大家 大概 我們大概給大家 7分鐘的時間 好不好 25分的時候我們再 繼續上課 這個做什麼咧 給大家稍微練習一下 前面的 列表操作 還有後面 你直接貼後面的答案好了 看看它的效果 好不好 因為這裡就有經驗啊 沒有人在 沒有預習的狀況 現在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我已經教到第五年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就先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啦這個部分就是 這一題就真的特別難啦 好不好 這一題的關鍵啊 這個在於這個 你必須啊 首先你要知道列表這個東西 列表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列表裡面的第一項 指定為一個 那個 數值 數值 然後第二項數值 第三個植物件的數值 第四個植物件文字 第五個植物件也是 這個文字 好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個 全部執行到最後的時候 那個有預習的小朋友 你這樣子看得懂嗎 哪一個 你現在看得懂這些東西嗎 可以可以 經過一些解釋 好非常好啊 就引以為指標啦 這個 我們把這五個東西抓出來之後啊 這個按照我們剛剛說法 第一個我們要放平均數 第二個放標準差 第三個放 這個 個數 個數這個很特別喔 個數你們看一下我是怎麼做的 我先用table然後這樣上 對不對 這個非常非常特別喔 大家注意一下這個個數的這個算法怎麼算的 我先把它算table 這樣算table的時候 NA就不會被算進來了嘛 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累加起來 再把它個數累加起來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算出這個 就是 總數喔 總人數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第四個是 那個 平均數加點標準差 那個標準的這個 就是我的 物件格式嘛 然後還有第五個就是 我們的這個類別個案 最重要最重要是 把這個list 把它格式改成一個特殊的名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改完這個特殊的名字之後 你就要給這個特殊的名字 一個特殊的 print function 好這樣子我全部做完了以後啊 我們來實際使用一下 mylist等於 myfunctions3 然後educationsvp 做完之後你會發現裡面有 裡面有五個東西 分別是 這個平均值 標準差 個數 然後這個描述 跟第五個 它的類別總數 這樣可以吧 好那接著 如果我直接把mylist print出來之後 它就會秀出 我剛剛指定要的文字的格式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現在把mylist 這個函數把它改成 好我這邊把svp改hfr education 改成disease 欸你們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就自動產生 我想要的東西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啊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mylist啊 這個mylist裡面啊 它其實還是有我想要的東西對吧 這樣懂我意思了嗎 它還是有我想要的東西嘛 所以說 這樣是不是就是 即可以給 使用這個函數的人 看到他 他 理論上我們認為 他應該比較想看的東西 但是裡面又保留了足夠的information 讓這個使用者 如果要based on 你的函數 繼續寫一些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可以去把裡面的東西挖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svp 它的神奇就在這裡啊 好那我們啊 現在就要來做一下 這個就是 分析的教學啦 好我們已經把描述性統計會做了啊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要做一些p-value的這個檢定啊 好在這邊我知道菜人漢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他沒有學過統計對不對 但是剩下的同學啊 應該會覺得非常的輕鬆啊 這個一個類別變相對一個連續變相 兩類別的類變相對一個連續變相 那就是用t-test嘛 對不對 這邊有人不知道的啊 欸你也不知道 副理系的也有困難 副理系沒有教 哎呀沒有關係 你只要知道說 你只要現在記起來 來我們現在 把這個 流程起來 黑板上面 等一下你就要把這個流程進去 盤數喔 可能就是 如果你的x 是二類別 y 是連續 那連續類別這個總會分吧 對吧 可以吧 意思是肢工系的會分吧 可以嗎 肢工系的會分 好 那這個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是用t-test 好t-test喔 好不好來 那我們看一下t-test有怎麼做啊 好不好看 這個就是說t-test 那我的 這個 注意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叫 這個符號是分別這x跟y 這個 這個符號的右邊放x 左邊放y 所以說啊 我右邊放我的x 就是用糖尿病是我的內別變相 然後我的這個 EGFR是我的連續變相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result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結果 T-test EGFR 然後 這個 邱映 然後 Diabetes 這樣我就可以得到 T-test的結果 好 如果我把這裡換英康 英康三類別嘛 對吧 AERO 不能做 因為他有三類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他只能做兩類喔 好他只能做兩類啊 但是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啊 你會發現 有另外的函數叫 我有Cox Test 他也 他也是做 我們同樣的語法一模一樣 他也可以做一個檢定 那我們這樣就 result 1 result 2 分別他們的p-value還不太一樣 他們這個case p-value 都是小於 這個 2乘10的-16次方 好 我們來這邊考大家一個問題啊 這個 result這個東西 看起來長這樣對不對 所以他是S3物件對吧 看起來可以吧 對不對 他是一個標準的S3物件 如果你問他class 他是一個莫名其妙 HTest 這種東西 這樣可以吧 好我要怎麼拿到他裡面的p-value啊 蛤 有沒有real idea 剛剛我們講了半天有沒有real idea 哎呀我們剛剛講了半天不是說S3class他有什麼特別 你看到的東西跟實際上裡面的東西不一樣嗎 那我怎麼看他裡面的東西 我怎麼找他裡面的東西 這我函數叫ls 可以嗎 ls result1 欸這就是他裡面所有的東西 你有沒有覺得裡面有一個東西看起來好像 看起來像是我要的 p-value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可以result1 然後前號 p-value 或者你要用雙引號這個也可以啦 好不好 就是雙中括號 也可以把它抓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 result2呢 一樣ls result2 裡面也有p-value對吧 可以接受 好那你知道這個重點是什麼嗎 最主要就是啊 這個 如果今天使用了一個 通常啊你在使用人家用的函數的時候 他出來的東西經常就是s3class 你要拿到裡面的東西 你就需要用到ls這個函數 看他裡面有什麼 好不過有時候啊這個 那p-value他是剛好叫p-value啊 這個還算蠻好找的對不對 有時候你根本不知道 呃 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找的東西 是在哪裡是什麼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你一個一個試啊 好不好 有時候我們找不太到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一個試 主要comfortance interval 這樣don't all is 是嗎 然後我們再對回去看看 原來是 原來是這幾個數值 這樣知道吧 好那 如果怎麼去看他詳細的定義勒 你可以打問號t.test 他在這裡 argument是 你輸入的參數有哪些 來在 value這裡就是代表他輸出的東西 他這裡就可以找到p-value是什麼 the p-value for the test 你在這裡可以看到 他完整的說明 他裡面有多少東西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可以接受 好 好所以我們發現了一些事情 好我們現在已經會用s3class了 但在這裡啊 我們遇到兩個函數 第一個是t-test 第二個是t-test 第二個是t-test 好這個叫t-test 這個是t-test 然後t-test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我剛才講第二頁的事情 我們繼續 好那 但是啊 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啊 如果我們要設計一個 這個 如果我們要把兩類的 類別這樣對一個連續標準 做一個檢定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他的邏輯應該這樣 完整分析邏輯應該是 我們已經確定這個滿足了 好不好 首先應該是確定 他是否 呃 兩個組別 兩組 N 都大於25 大於點25 好這個 25或30都可以啦 好不好 平般來講就是 呃 我們這裡 因為我們這邊也不教統計 好不好 就給裡面選交啦 好不好 那他就告訴你說 為什麼要有這些限制啦 好不好 我們這邊只教流程 因為我們現在學寫層次嘛 對不對 學寫層次的過程啊 重點就是 我要去designer的流程 發生這種事我叫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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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知道嗎 好 yes n 如果是n的話 請你就直接用譜 concentrumsum test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是yes的話 我們還要進行一個 叫var test var equal var equal var equal就是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 便利數的檢定 如果便利數的檢定 你發現 equal variance 那我們就用 t test version 1 t test version 2 好這樣可以吧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練習題 就是要把這個過程 把它寫出來 好不好 這樣知道了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要做的東西是什麼 好不好 來 他這個 var test var test 我們需要用到var.test 這個函數 來把它做出來 那這個函數做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 這個出來的結果 var.resound 它又是一個s3 那我要怎麼確定 它是equal variance 還是 那個沒有equal variance呢 我可以透過 它的p value 它的p value 如果大於0.5 這就要equal variance 好不好 至於為什麼這樣子 還是給統計老師教 好不好 我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的部分 那如果 這個p value 小於0.5 那它就是 unequal variance 這樣可以吧 好那 如果是equal variance 的時候 我們在做t test 的時候 我們要下的指令 就是var equal 等於true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跟var equal等於false 這個是 如果var test的p value 小於0.5 我們才要用這行指令 得到的結果 不太一樣 你可能會覺得很像 對不對 但是你們都注意到 它的自由度 它的體質 都長得不太一樣 這樣知道了吧 這樣可以接受了 知道我還說什麼了 所以說 你現在的工作 就是 請你把練習3 把我們剛剛學到的那些函數 把我們剛剛學到的那些函數 運用起來 然後把這整個流程 創建起來 其實阿 核心函數 t test 都會有cost test 老實講 這個 我們都已經直接就在那裡了 你知道嗎 結果直接print出來就好阿 重點只有 第一個 你要怎麼判斷 這邊 首先你要先判斷 是不是滿足這個條件 x為兩類 y為連續的下 對啦 你要先判斷這件事情 判斷完 成立之後 你就要判斷 他是否兩組 成數和大哥數 好 再判斷為4 判斷為否 走不留 concentrate 3 test 判斷4 再執行8 test 看看他的pValue 是不是達人一點 如果4的話 你走這條 如果不是就走這條 他的 他的幾種t test的參數不一樣 這樣多麼的意思了吧 這樣子你就把一個 三個 tester 的 東西整合成 整合再搞個test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我們來做一個 簡單的練習好不好 那這一題 這一題的這個 就是 他要怎麼做啦 好不好 好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今天 我們這個小節不要看答案 因為這個小節阿 理論上 應該是大家都要會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 在我五年的上課經驗裡面 呃 即使前面都不太會 到了這個小題 到了這個小題 呃 全班總是會有 總是會有大概 百分之二三十的人 他其實是寫的出來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次一個人都沒有 好不好 我想可能原因是因為 這一次後面有放答案 之前都沒有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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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只好寫 那這個 這一次就大家就覺得 我天啊好複雜 然後就開始看答案了 這樣子 好那我來看一下 這個題目其實沒有想中複雜 那我們要怎麼做咧 首先啊 既然 input是 類別跟連續 我們當然就要先指定好 就像是 x x等於 data裡面的 delice好了 y等於 data裡面的 egf ok就這樣 這樣可以吧 這樣就x跟y就有了嘛 對不對 好接著 我們要再寫函數 我們說if else if 小括號 然後大括號 else 大括號 好 這是一個標準格式 就是我今天啊 我開始要判斷 發生什麼條件 要走哪一條路 發生什麼條件要走什麼路的時候 請你先寫成這個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這樣子比較方便寫下去 好那這裡的條件要放什麼 這裡的條件 第一個我要檢查 他是否x為兩個類別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我要怎麼檢查 這個x是否為兩個類別啊 我們是不是可以 先把它 Levels 點x 點x 等於 呃 呃 Levels 啊 x x 好這樣子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 x的類別總數對吧 可以接受嗎 這是x的類別總數嗎 對吧 那接著我現在 n點 Level 點x 他是不是就等於 lems 他是不是就等於這個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東西放下 這個東西 他如果這個 他如果 大於等於 大於2的話 那就代表要發生一些事情 對不對 什麼事情呢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說 我們寫不等於2 因為如果是1的話也不行 對不對 不等於2的話 不等於2的話 我就要說一些話 說什麼話勒 啊 Levels of x need to larger land to need to equal 好 好 這樣好了 這樣子我們就 第一個part就寫完了嘛對不對 判斷他是否為這個 這樣子的話 這個 我們現在要看這一串 運行順不順利的話 我們這邊通常else的話我們就會給他寫一些 這個xx 好那我現在按sauce 他說xx代表是 過的吧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如果我們把delice改成 income 他是不是就告訴我不行 這樣可以吧 代表 我走到了這條路對吧 可以接受嗎 走到這條路之後我要做什麼 首先先判斷他每一個 他的那個 每一個 這個 subgroup 裡面 每group裡面 他是否樣本數都大25 這怎麼判斷 首先 如果啊 我首先這個樣本數我就要先 這個 這個 n. each level 等於 我可以先把 numeric n.levels 點x 對吧 這樣子會產生兩個0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三個0 因為我現在是 我現在這個 我現在這個x又改成這個了 這樣可以吧 好按完sauce之後這裡是不是就兩個0了 接受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fore圈 那fore圈 i從多少 1到多少 n.levels 那接著呢 這裡面第i一個 他是不是就等於 我們剛剛是不是用上加table的組合 好這個y然後是x等於等於levels 點x 第i一個levels點x的 這樣可以吧 x跟y 滿足某一個特定x條件的y 他總數要這樣 好我們現在全部執行次 你看n.each.level 他是不是就是 一個 235一個 239一個665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要判斷 他是否 他是否大於25 如果 他這樣是不是就處處 這樣可以嗎 那我把這個東西 問他 force有沒有在這裡面 如果force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force代表 這裡面有任何一組小25 對不對可以接受嗎 所以啊一樣來我們來if 然後 大括號 else 大括號 if滿足這個條件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必須要走 will cox and rank test 鳥路對不對 那我們的結果是不是非常簡單 就 result 等於 will cox test 然後y 這樣 這樣就收工了 那這樣是不是 我們的result就出來了 好那剩下我們還要走什麼路 剩下我們還要走一個 var var test的路嘛 對不對 好我們這邊的 var result 他等於 var var.test 一樣y 小小數 好這樣子的話我們如果 做完之後 這個var.result 他是不是 有一個 S3物件 那我們只要裡面的pValue嘛 所以我們要ls 裡面看完之後我們發現裡面的p.value 是我們要的東西 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東西 我們 if 一樣再來 if小括號大括號 else 大括號 好if這個東西 他小於 0.05 代表 沒有equal variance 對吧 可以接受 代表沒有equal variance的話 我們的result 就等於 T.test y x 然後var equal 哎呀這個參數忘記了 好奇怪 明明就打對啦 varequal 等於 false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varequal就等於True 好 那這樣子寫完之後這個result是不是就是我要的東西 好result就是我要的東西在這個else這裡的最後 我就要把resultprint出來這樣可以吧 好 好那我們現在按sauce 那你看我們的result是不是就是 哎 他執行的是 呃 欸這裡居然 喔這裡 我們只要看到這個自由度他帶小數點的代表他是走 這個沒有equal variance的那條路啦 這樣可以吧 好那如果我們把 EGFR換成svp 我們再試一次 欸你看他走的就是另外一條路了 特別吧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接著把這個函數打包的話非常簡單 因為你只要x跟y是參數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樣就可以 myfunction 等於 function xy 好把這一串全部貼上來 好貼完了以後啊 貼完了以後我們把這個x跟y刪掉我們把myfunction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myfunction x等於data裡面的 desease y等於data裡面的 EGFR 他是不是就給我一個結果了 這樣可以嗎那如果我把這個desease換音抗 欸不行 這樣可以嗎 好換desease 但是啊他有一個subgroup 這subgroup是data裡面的 Education 等於等於2 好故意給他用個subgroup 這樣子的話 他就容易用出wilcoxen rank sound test 喔他還是2sample t-test 他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弄出wilcoxen rank sound test 在這 喔incount等於2就可以了好那我們就incount等於2吧 好這樣弄出wilcoxen rank sound test了對吧 好這樣弄出wilcoxen rank sound test了對吧 所以啊 你發現這個函數怎麼寫來 我們再重複一次我們剛剛的過程 我們總是啊 先點一個範例 這個x跟y啊 先寫在最上面一個範例 這樣可以嗎 先寫一個範例 接著我們就開始design 你看 wilcoxen rank的流程啊都是這樣子if 小括號 大括號 else 大括號 然後我們就這裡 我們就開始去拼湊這個條件出來 這樣可以吧 拼湊這個條件 拼湊完這個條件 這邊打一個 這邊打一個 這樣可以吧 那 如果條件裡面又要有條件呢 你就再給他ifelse 這樣動用的意思吧 所以你們看到我程式怎麼打的嗎 是有階層性的這樣一點點打下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嗎 好所以說啊 欸你可能一看到這個題目 你覺得 好煩喔 媽的這個寫好多這樣子 其實沒有還好 好不好 應該還好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這個 要交最後一個練習題的時候 這個 你這個 你就會看到這個 我們又多了兩個function 好不好 好第四節 剛剛是兩類對連續 三類以上怎麼辦 三類以上我們當然就有三類以上 所適合的 統計前進方法 對不對 三類以上適合的統計前進方法是什麼呢 ANOVA 跟這個 這個 KWTEST 這個 這個 ANOVA要怎麼做呢 ANOVA 這個過程我們不要管 就知道 我們首先要先取得一個 我們要先把 x跟y 這是y 這是x 這樣可以吧 注意喔 這個x一定要as factor 他如果不as factor 出來的是 Linear的ANOVA Table 所以這個as factor 是一定要放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直接 這樣run的話 這個varian table 他跟 如果沒有as factor 這個varian table 他長得是不一樣的喔 至於為什麼長得不一樣 主要是他把這個東西當連續變相 這樣他出來都會不一樣 所以這裡一定要as factor 這樣可以吧 他as factor完了之後啊 你再對這個varian table 取得 ANOVA 用ANOVA這個 這個 這個 函數 你就可以取得 ANOVA table 這個ANOVA table 裡面是不是就有pValue 對不對 那你說 我要怎麼把他的pValue抓出來 一樣 LS 你會看到有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很特別喔 你如果這樣打 他就要引號了 這樣知道嗎 他如果沒有引號的話 是出不來的喔 這樣知道了吧 如果不用引號的話 你一樣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把它弄出來 這樣一樣可以對不對 然後這裡面第一個 原件 就是我的ANOVA table 對吧 我們只關心這個嘛 好接著 如果 剛才他的五母數統計啊 就是他的 如果他每一組都沒有大 有任何一組不大於25的話 我就要用到KW test KW test 非常簡單 他跟 Rexam test 沒有什麼不同啊 ANOVA table 還是比較難一點 這樣答案就出來了 這樣答案出來的話 我希望 大家等一下練習題的時候 我們花多一點時間給大家練習 也就是說 一樣 你把這個流程 擴充不下來 現在 這是兩類流程 剛剛不是兩類的時候 我們直接用對他兩個多點 抱起來不能做 對不對 現在 就必須把這一半補好喔 好 這裡就是 三組 大二十五 Y N 那這個是 KW 這邊是ANOVA 好 你用 練習三的那個答案 練習三的答案 你直接 不是可以這樣 沒關係 就把這一串貼起來 那請你在 Else 剛剛 if 大於兩組的時候 大於兩組的時候 我是不是 直接警告說不能動 請你把不能動的那邊 改成這個部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一題應該難度沒有很高啦 好不好 用數字列三的 盡量不要看答案 試著做一下 好那 這一題的關鍵就是 你還要重新再把這個就是 你要重新把那個另外一條路的部分補齊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 回到剛剛 我們函數寫到 剛剛打包起來之前 最後樣子是不是長這樣 X跟Y 範例在上面 然後這邊是一堆if else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那如果你到這裡為止都有跟上的話 你會發現我其實就是要補這條路嘛 對不對 如果他不等於2的話 我就要做一些處理 要怎麼處理呢 同樣 我還是要先判斷一下 他的每一個 每一個Level的那個N是不是都大於25嘛 對不對 那一串語法這裡不是有嗎 全部複製貼上就好啦 對不對 全部複製貼上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走這條路了 好我這邊故意換一個income 好這樣子的話 我執行到這裡之後 我執行這裡 他是不是就告訴我 每一個組別他的個案數分別有多少 對嗎可以接受嗎 那一樣嘛 我們來判斷他怎麼判斷他是否達人25 一樣 if 大括號 else 大括號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if裡面放什麼呢是不是放這段 False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False如果有出現在後面的話那當然就是 他要走KWTEST那條路嘛 else他當然是走這個 那個Annova Table那條路對不對 那KWTEST那條路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 好這是我們剛剛貼過來嘛 那這裡是什麼 Y 小要數X對吧 那我們這裡不要給TWL 我們給result 因為這樣子的話等一下printer比較好print 因為printer都print result就好了嘛 對不對 好那Annova Table那條路呢 是不是在這裡 好Variance Table然後這裡result一樣 那我這裡一樣 x y 那asfactor x 好那這樣我這裡是不是一樣print result 這樣是不是就收工了 這樣我 也可以弄出一模一樣 我現在全部都是sauce之後 這個result 他出來就是Annova Tableresult 對嗎 那我再把這整包 打包成一個函數 myfunction myfunction 等於function x 豆點y 大括號 全部貼上來 那這是不是就是一個all-in-one函數啦 來我們再做一次myfunction x等於data裡面的income y等於data裡面的 egfr 出來是不是就是Annova Table 那這個income改成desease 出來是不是就ttest 好是不是非常方便 這樣懂什麼意思了嗎 所以你現在看起來這個function 他有 50行左右 看起來好像很多 那其實 沒有很難嘛 對不對 其實都是 發生什麼我就改什麼 發生什麼我就 弄什麼 這其實是 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 學習就到這裡啦 那我希望大家就是 如果你覺得你沒有完全跟上 那你一定要想辦法跟上 好不好 原來我們 我們再 強調一下我們的課程設計 我們的第1到4節課 是 學習利用核心函數組 然後做出各式各樣的資料整理 那幾乎所任意的資料整理 我們都可以做到了 對不對 非常神奇的都做得到 那 5到7課 是教大家這個 簡單的統計 你可能不會覺得不會很簡單 但是我們又沒有要懂它的原理 我們只要call到鍵嘛 對不對 沒有很難 對不對 我們就得到pvalue 這樣就收工了 把那個分析流程設計出來 訓練大家去學 邊寫那個if else RAWBAS的那個邏輯 這樣可以吧 我們的 第8課 到我們的第11課 我們教的是畫圖 我們畫的圖有些是會動的喔 包括一些地圖喔 什麼的 台灣地圖之類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 這些畫圖都是非常特別的啦 就是 等於說用其他軟體絕對畫不出來的 好那最後 第12課到第16課 我們會教大家寫網頁 那大家在第16課上完之後 這個學期的成品 應該就是一個 這個網址 你告訴人家 這個網址是不是 我寫的網頁 這網頁是會動的喔 包括你剛剛看到的tablemaker 那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網頁 後面那個系統很複雜 就是 函數很多啊 就Rulobax很多這樣子 好那 當然這個 如果你後面都要 完全跟上 因為這絕對是有遞進性的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前面的東西要想辦法 不要 理得太惹 這樣好不好 不然的話後面是真的很難上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本週 我們給大家一個家庭作業啦 好不好 這個家庭作業 就是 請你輸入一個 這個一個 類別變相 一個連續變相 那出來一個這樣的table 出來一個這樣的table 那出來一個這樣的table啊 其實就是把我們 練習4的函數 跟我們練習2的函數 做一個整合嘛 練習2的函數 會出現前面的描述性統計 那練習4的函數 會給你最後的p-value 你把這兩個函數整合 然後再把它 弄成一個 矩陣 這其實就收工了 對不對 那當然啦 這個p-value 這個p-value 如果你不知道 如何將p-value 顯示為 小於0.001 因為你可能只會 用formatc 那它出來是0.000 那這不夠標準 我們喜歡寫小於0.001 請你用 點run的點p 這個函數 點run的點p 這個函數可以幫助你把p-value 捨去成 當它小於到某個位數之後 直接變小於多少 這樣可以吧 好就這個樣子 我們的家庭作業就這個樣子啦 那我們就直接說啦 這就是我們的期中考啦 好不好 我們的期中考就是這個啦 這個做出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啦 好不好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吧 對不對 可以吧 啊那個 就寄給我 這樣就可以了 先給映竹好了 好不好 先給映竹 映竹整理一下 測試一下 他們的程式碼是可以跑的 那個 他們如果程式碼那個 執行下去 就是有error 就有error了 這個 直接把他們推貨 這樣可以吧 好這個 大概就這個樣子喔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我們本來應該要有更進階的期中作業啦 不過我們想我們就這個就可以了 好不好 就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啦